中兴国中棒球队今年参与2023年第十届立德杯全国青棒锦标赛 在各县市豪手的竞争下脱颖而出勇奪冠军成绩优异 为了鼓励选手们的好表现 县议员简千祥也特别购买鸡排及饮料前往勉励选手 期待他们未来持续的为难投争光 首先谢谢简议员这次摆忙当中在晚上的时间 然后送鸡排跟饮料来为所有的中兴国中棒球队的学生打气 那这次是因为我们近期在高雄所办的立德杯 然后拿到全国冠军 那之前桃源杯也进入全国四强 那议员也勉励各位选手未来能更加努力练习 然后为我们难投线再争取更好的成绩 中兴国中棒球队学生表示 这次参赛过程中一路上遇到非常多的强敌 特别感谢队员及教练的合作才能够夺得冠军 从预赛开始队友都很拼 到了16强赛 一步一步来再把强赛遇到新铃 然后4强赛要对到中山 是一场很难打的比赛 也谢谢队友跟教练团一直拼到冠军战 然后也顺利拿下冠军 这次利德杯可以拿冠军 也感谢议员送鸡排给我们吃 我们往后会更加努力的 先议员简千祥表示 利德杯为全国的赛事 只是能够拥夺冠军实属不易 期待未来他们能够持续的未现争光 跟上一层哦 先祥也很关心我们难投的所有的棒运的发展 那这次在中兴国中的发展上面中兴国中球队的经营上面 其实越来越跟六都的孩子们可以并驾齐去 那这次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成绩 真的是孩子们的努力教练的辛苦的加油的支持上面 我们能够在我们所有的比赛上面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成绩 真的很不容易 那今天千祥来到我们这个棒球的场馆 我们球队的宿舍 然后带给孩子们一些鸡排 给他们的鼓励 那也期待未来我们的中兴国中的棒球队能够更上一层楼 近年来本线棒磊球运动发展迅速 在全国赛当中更荣获许多的佳击 县议员简千祥也表示 期待未来选手们能够持续的努力进步 荣获佳击 为难投线争取最高的荣誉 记者邱平俊 南投市采访报道